胡友宜就战斗兰赵少康 担任副首24号正式登记后开记者会 自曝同一跟猴搭档 竟然跟天王周杰伦有关系 十几年以前 我的小弟叫做赵少威 周杰伦在海外办了演唱会 都是我弟弟主办 但是黑道就很觊觎周杰伦 有一天我弟弟到澳门去 就被台湾的黑道在澳门挟持 我当时想有两个人可以请教求助 一个就是王卓军 一个就是胡友宜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胡友宜比较好 胡友宜当时 透过担任陶渊县长的朱立伦 牵线认识县警察局长的胡友宜帮忙 而胡友宜也立刻回店了解案情 并且迅速展开侦查 协助营救弟弟 整个案情过程细腻 让赵少康指呼 胡友宜很有谋略很有胆势 他是桃园 他就跑到淡水 找到这个黑道的爸爸 又找到黑道的妈 这个事情才摆下来 胡友宜处理这件事的 前后的整个程序 处理的方式 以及他在过程当中 不断跟我说明进度是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不错 弟弟因周杰伦被黑道挟持 胡友宜出手相助 赵少康生计多年 强调一辈子问不掉 认为受人帮忙 用权以报 无论公余司都应该帮忙 也希望两人携手合作 利品胜选 记者钟晨良 多艺圈S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